记者陈宜嘉台北报道,有旅客在高铁站后车时不顺从南下月台上摔落轨道,索性为酿伤亡。 台湾高铁指出月台安装紧急停车钮可于紧急状况下使用自救,但提醒旅客切勿靠近轨道区听从人员引导。 高铁指出旅客不顺掉落轨道的意外事件,在高铁人员紧急处置与在场旅客协助下并未造成进一步危害。 高铁站物员与保存人员于列车进出站时,军会加强留意旅客安全,提醒旅客切勿跨越黄线靠近轨道区并呼吁旅客听从高铁人员引导,维护自身安全。 但若不顺发生人员或物品掉落轨道状况,高铁指出目前各月台均安装有紧急停车钮ESB可于紧急状况下使用保障营运与人员安全。 至于高铁是否比较北结设置月台门,高铁表示,去年南港站通车时曾经讨论过,由于台北站从反点站变成通过站,考量由旧车站改建而成的月台空间较小,因此台北站全面加装月台门,但其余车站月台空间宽敞,平时因不易发生危险,目前并未规划全线设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